再来看到地震台风接连重创花莲的交通 观光业也陷入低潮 但近期是有伴手里业者接到大笔的订单 下定的对象说是相信音乐 一度让业者以为是受到诈骗 没想到后来确认是五月天所属的音乐公司 让业者非常感动 而五月天也宣布了 在11月初要到花莲开唱 消息一出饭店业者也立刻涌现定房潮 天长五月天美美登场总嗨翻全场超稀里啪 现场阿信的这一番话让花莲人好期待 11月跟着五月天一路向当 五月天宣布 11月要到花莲办公演唱会 还没开唱就先送给花莲人惊喜 金黄色月饼放在考盘上 业者赶工包装 因为他们接到多达5000份的订单 都是五月天所属公司订的 趁着中秋节要送给弱势团体 这不只是我们这一年来最大的一笔订单 恐怕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单一客户 一次就订了三五千份的伴手里 这个让我们觉得说 其实五月天它是真正在关心花莲 一开始他们还以为是恶搞 后来唱片公司亲自接洽 才知道是天团的订单 在地业者初估订单数量超过了五万份 另外五月天演唱会公布在11月之后 饭店业者也陆续接到了订房的电话 初估住房率打九成 宣布之后其实当天晚上就已经 阳台房已经超过六成以上的预订率 到现在呢已经超过九成以上 那还是有蛮多的舞迷仍然在打电话 花莲0403大地震后五月天捐款500万元震灾 如今又计划到花莲开唱 用音乐邀请大家振兴花莲共享盛举 记者北部综合报道